洗手的習慣 大家好,我是Dorothy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下洗手的習慣 最重要是說一下如何生水龍頭 因為洗手步驟大家都應該聽很多 但是之前聽了一些報道 都說某些中間團體的洗手間 水龍頭上發現了一些新型冠狀病毒 所以其實生水龍頭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洗手之前,洗手就是髒的 我們洗手的時候 用髒的手去開水龍頭 其實就已經沾了水龍頭的表面了 所以記得我們洗手的時候 開水龍頭 蒸濕手,擠緊液 手掌對手掌地洗 手背 手指辣 手指背 手指尖 再洗手腕 洗完這七個步驟之後 洗走鹼液 記得剛才那七個步驟最少要洗二十秒 沖走鹼液之後 我們就不要直接用乾淨的手去洗水龍頭 我們應該用乾淨的紙巾 抹乾了手指後 再用乾淨的紙巾 墊住來洗水龍頭 這樣就可以避免乾淨的手 再接觸到煎烏的水龍頭 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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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